香港田徑運動員 我是楊俊鴻 我是香港田徑運動員 我是長跑運動員陳家豪 請支持香港青年協會 財馬會青年套動體育發展計劃 體育真的很需要 在社區裏面一定要持續地發生 今天很開心 我們做運動也是可以幫到人 你看到我們撿了兩袋垃圾 我覺得挺嚴重 沒猜到會有這麼多垃圾 第一個客人想想 如果所有人都撿死垃圾 我是剛剛詳細撿得這麼辛苦 我們只需要每人做好自己的款份 不要製造這麼多垃圾 青年都搞了很多不同的計劃 我記得有一個叫做快樂跑上門 去做一些義工 我們跑步、身體力行 跑上去別人家送禮物給別人 其實那種感覺是很棒的 有很多有心的人士 亦都是身體力行 上山倒垃圾 亦都是幫助社會環境做一份力 剛才提及的體育時數 就是將我們做完運動的時數 上載到網站 然後一些基層的小朋友、家庭 他們就可以用這些時數 換成免費的波程 各位年輕人 其實你們可以根據你們的轉場 你們的角色 去用不同的方法去參與運動 在體育運動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例如裁判、工作人員、水站、物資派發 甚至乎運動攝影 其實這些東西去參與體育運動 亦都是有另一番的體驗 未必一定是個個都是競技 其實有時我都很喜歡做運動攝影 香港青年協會 一直鼓勵青年多做運動 強身健體 更加希望大家將運動成為習慣 釋放壓力 促進身心健康 過去三年 超過一萬人次的青少年 參與青協社區體育部各項體育訓練 我們很高興再次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捐助 展開為期三年的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青年浩動體育發展計劃 以延續這份運動熱誠 整個計劃的特色是發展基礎體育訓練 運動賽事、人才培訓 以及運動義工四個主要項目 以Sports Knowledge 體育理數助人為例 我們鼓勵大家做運動時 儲蓄理數 幫助基層青少年 接受免費的體育訓練 運動其實還可以結合社會服務 環保等不同的元素 例如快樂跑上門 爬到木舟清潔海岸等 令大家都有全新的角度去做運動 你都一起來做運動吧 大家好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五至十七歲的兒童和青少年 每日要做至少六十分鐘 中至強度的體力活動 但是有研究發現 全港只有少於兩成的兒童 是達到這個指標 部分還因為怕做得不好 又或者沒有興趣而不做運動 有見及此 至於馬會撥款超過2700萬 支持香港青年協會 推行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青年浩動體育發展計劃 鼓勵青少年打破傳統框框參與運動 領略運動大樓的樂趣 計劃還特別設有體育理數助人 鼓勵任何年齡的人士去儲蓄運動理數 支持基層青少年可以得到免費的運動訓練 計劃的焦點項目結合了運動環保和社會服務的要素 大家好 剛才大家就剛剛見到家豪示範 如何一面窩艇一面清理海洋垃圾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最後我也想藉著這個機會 代表馬會感謝清潔和所有義工朋友對計劃的支持 大家記得踴躍參與